今天要给各位快速5个健康骇客的小Tip 希望你能够更健康 第一个是Stevia甜叶菊 它是一个全天然草药的甜味剂 是不会影响你的血糖跟胰岛素的代糖 但是除了这个方便好处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是它会增加钠排泄的量 所以你如果觉得水肿 还是你吃太多东西的时候 你加一点Stevia到你的饮料里面 它会鼓励肾脏排出多余的钠 所以你不会含那么多的水 觉得水肿很不舒服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手法 让你减少水重量水体重的方法 第二个是Macadamia nuts 就是夏威夷果 它含很高的黄铜类化合物 所以它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转化成抗氧化剂 而且它有很完美的Omega 3跟Omega 6的比例 通常在我们的饮食中已经是太高的Omega 6 但是夏威夷果它有很完美的比例 你不用担心摄取太多的Omega 6 还有一种油酸你可能没有听过的叫做Omega 7 就是棕榈油酸 它能够帮助Omega 3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做更大的作用 没有Omega 7的话 Omega 3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很少 所以Omega 7在我们身体里面帮助减肥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都有作用 你也不需要太多一天一个serving 一个分量就足够做他该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 Omega 7还能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盐性 因为它帮助了Omega 3 就连美国的克利夫兰诊所 就是在全美排名第二的诊所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证明了 只有30天吃Omega 7的油酸 造成有这个44%降低的C-reactive protein C反应蛋白的指标 那那个指标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炎症的一个指标 它能够降低将近一半的炎症 所以这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你已经在吃生酮 那你已经降低很多炎症的启发 但你如果又加Omega 7到你的饮食里面 那是更完美的 接下来这个是随机 而且有点好玩的小tip 你如果在运动的话 努力的保持一个微笑 这会对你有帮助的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偶尔带着微笑去做运动 你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个生物回馈 生理回馈的反应 它会上调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地质 它会送一个正面的相关反应 对于我们身体的活动跟快乐感 听起来很好笑 但是这的确是有帮助的 第四样是一个神奇快速的面包 只要三个成分 而且在家里微波炉90秒 就可以做成的素食生酮面包 一杯的亚麻籽粉 四个全蛋 还有两茶匙的苏打粉 搅拌然后放在杯子里面 微波90秒 那就是快速的生酮面包 如果你喜欢更有味道的话 你可以加香料 加橄榄油 黑胡椒或者是大蒜 真的是很好吃的 最后一个是最前列 最新的报导会让你跌破眼镜的 起码我是非常惊讶的 就是我们的漱口水 有研究报导指出 漱口水会降低我们口腔消化剂 减少复合物的物质 它杀死了一些口腔里面好的细菌 那些会降低系统性 一氧化碳的生物利用度 间接导致的降低我们身体 所有一氧化碳的水平 然后会导致高血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并不是盐造成你的高血压 其实是胰岛素抵抗 还有所有的糖造成高血压 这些身边的小事情 小物体 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导致这个状况 美国高血压杂志 有发表了这个文章 所以你如果有在用漱口水的话 你可能要三思 是不是要开始停止使用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拜拜